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咱们说今天的故事 常看咱们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 在河北省有两座规模宏大的清朝皇家领域 一座是位于尊化的清东陵 另一座是位于异县的清西陵 东西二陵 相比较而言 清东陵更出名一些 不仅是因为当年孙殿英盗木弄的举伯皆知 更因为像顺志 康熙 乾隆 还有慈禧 这些故事传说最多的人物都葬在这里 当然换这告诉你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清西陵的故事其实丝毫不逊于青东陵 今天咱们就来说其中两座极其特别的陵墓 特别在哪呢 您听好了啊 特别的尴尬 这话还真没有故弄玄虚啊 咱们具体就从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说起 看过《甄嬛传》的朋友肯定还记得 剧里有一个齐飞 极度心极强 不仅有事没事了 争风吃醋 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地位呢 还几次三番的给别人下毒 可谓是蛇蝎心肠 当然了 这个坏女人最终没有落到好下场 事情败露之后 上吊自杀 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有齐飞这么一号人物呢 幻之告诉你 有 不仅有 而且咱们今天要说的特别尴尬的陵墓 第一个就是他 那怎么个尴尬法呢 咱们去青西陵看一下 画面上的这个陵区 正是青西陵的第一座地陵 雍正皇帝的太陵 在青西陵里边 太陵规模最大 最有气派 而您来看太陵陵区的这个地方 看到这分成三排绿色琉璃瓦的陵寝没有 这是太陵的飞缘寝 一共21座 注意 第一排中间这座陵墓 它的主人正是七一妃 尴尬了吧 按照清朝皇家制度 但凡自杀或者被废的妃子 死后是没有资格葬入地陵陵区的 可是齐飞不仅葬在了这里 而且在飞远寝的位置还是最好的 第一排中间 这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电视剧不可信 剧里那个齐飞 所谓下毒 所谓上吊自杀 那都是编的 真实的齐飞并不是这么的事 那么真实的齐飞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呢 告诉你 如果您了解了齐飞的真实情况之后 您会觉得他的这个灵寝位置呀 更尴尬 怎么呢 据清朝皇家史料记载 齐飞姓李 是知府李文叶的女儿 她出生于公元1676年 比雍正大两岁 当然了 这并不影响她嫁给雍正 想当年 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 李氏就嫁入了雍王府 成为策伏记 您来看这幅图 这幅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 印真行乐图 据考证 它由印真 也就是雍正 还是皇子的时候 和宫廷画师 共同绘制完成的 是雍正早年生活的真实描绘 坐在房间里的男人就是印真 而您要注意的是 户外的四个女人 她们是谁呢 她们是印真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四个女人 从服饰位置上看 前排台阶下的两个 地位明显更高 而根据相貌身材专家推断 靠右的这位 应该是印真的迪福晋 也就是正是大老婆 乌拉那拉士 而旁边的正是侧福晋李氏 那么后排的两个地位偏低的女人 是印真当年收的两个格格 一个是年庚瑶的妹妹年氏 另一个是乾隆的生母 纽古禄氏 说一下 您别一听到格格就以为是公主 在清朝 亲王的侍妾也称格格 年氏和纽古禄氏 当时就是侍妾 从这幅珍贵的史料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李氏的地位 当年明显高于年氏和纽古禄氏 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再来看泰陵 泰陵当中这座最大的宝顶 下面安葬的是雍正 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孝敬县皇后 乌拉那拉士 另一个是年士 至于纽古禄氏 最后母平子贵 生前就被封为皇太后 死后以皇后身份单独葬在了泰东陵 陵墓同样的恢弘壮观 而雍正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四个女人 唯独李氏 虽然在非原谨的位置是最好的 可是和其他三个女人相比 那可是寒酸不止一点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乌拉那拉士咱不比 本身她就是迪弗晋牌位第一 后来还是正牌子的皇后 她当然可以和雍正葬在一起 纽古禄士 咱也不比 她的儿子当了皇帝 那就没法比 可是前面说了 早年在雍王府应征的女人里边 李氏可是侧附近排第二位 比年士的地位高了不是一点半点 为什么到了最后 年士却有资格和雍正葬在一起 而李氏却葬在了寒酸的非原寝呢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那有人可能要说了 会不会是雍正后来更喜欢年士 而没有之前那么喜欢李氏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 咱们先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这个后妃的生育啊 直接呢 影响着她地位的这个变化 甚至是说 她地位的高低升迁 我们知道雍正皇帝呢 她后妃的数量总共有25个 应该说数量还是不少的 但是呢 埋葬在太妃元秦里边的21位妃嫔中啊 只有四位 为她生育过孩子 那么这四位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妃元秦里边 第一排埋葬的四位牧主人 注意了 后妃的生育会直接影响 他们在后宫的地位变化 可是您来看这一份统计资料 和康熙乾隆相比 雍正的子女并不多 后妃虽然有25个 却只生过10个儿子4个女儿 而真正长大成人的更少 很多都早要了 先看年妃 年妃生过几个孩子呢 只在康熙54年 也就是公元1715年 生过一个女儿 可是这个女儿两岁多就夭折了 此后年事再也没有生过孩子 和年事相比 齐妃李氏则显然大为不同啊 公元1695年 李氏率先为雍正生下了皇长女 也就是雍正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 两年后 李氏又为雍正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 洪芬 虽说两年后厄运突然降临 洪芬不到两岁就夭折了 可是李氏很快就从丧子的悲痛当中走了出来 因为第二年他又怀孕了 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而有了更多宠幸 自然孩子就生的比别人多啊 这是正比的关系 对吧 但问题的尴尬就在于 李氏和年事的结局 却似乎和生育并没有关系 年事只生过一个女儿 可孩子两岁多就不幸夭折了 此后他再无所出 事实上等于没有孩子的他 最终还葬进了太陵 和雍正相伴相依 而无论早年的地位 还是生孩子的数量 都更占优势的李氏 却仅仅葬在了寒酸的飞缘起 这其中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上节说到齐飞李氏 无论早年的地位 还是生孩子的数量 它比年飞的优势更加明显 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 年飞荣光李氏寒酸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 咱们必须说到清西陵的 另一个特殊地方 画面上的这个陵区 人称阿格元寒 清朝皇家陵园当中 阿格元寒 这里是唯一的一座 所以相当特殊 您注意看 清朝皇家陵园等级森延 陵墓顶部瓦片的颜色 是有着严格规定的 皇帝皇后亲王的陵墓顶部 用的是黄色瓦 妃子格格们用的是绿色瓦 而这个阿格元寒的顶部 用的却是黑色瓦 黑色是等级最低的颜色呀 那么这个阿格元寒里边葬着什么人呢 这里葬着的正是齐妃李氏所生的小儿子 红石 红石去世的时候已经成年 但是没有任何的封号 所以他的元寒只能被称为阿格元寒 那么红石为什么没有封号呢 在影视剧里红石的形象一直很不入流 他调戏父亲的妃子英贵人 听人唆使公开为雍正的政敌 皇叔允四求情 甚至最终为了争夺地位 不惜派杀手刺杀弟弟红利 也正是因为种种的劣迹 最终惹怒雍正 这才落得个阿格的结局 可红石真的是这么一个人吗 幻之告诉你啊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史料 乾隆在后来回忆当中 曾经给过红石四个字的评价 叫放纵不羁 也就是说 红石只是一个率真任性的人 并不是像影视剧里边描绘的 轻挑狂妄之辈 那么这样的红石又为什么会没有封号呢 史学家认为 这还是和争夺地位有关 红石小的时候经历过宫廷巨变 那就是康熙两废太子 父亲兄弟反目成仇 这让他心里有了不该有的种子 那就是争夺地位 然而不巧的是 雍正登记后一些不经意的行为 又恰恰刺激了红石 什么不经意的举动呢 最明显的就是 康熙的周年继承 当时雍正自己没去 也没派当时二十岁已经成年的红石去 而是派了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红历去 按说祭祀先帝 这可是皇家大事 怎么能派一个十三岁的未成年的孩子去呢 而事实上不仅第一年 第二年 雍正仍然是这样安排 什么意思呀 意思很明显 将来接班的不就是红历吗 而正是因为雍正过早地透露了接班人的秘密 结果红石难免心存怨恨 他更加靠近父亲的政敌 皇叔允四也就顺利成长 而又因为公开支持允四 雍正震怒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史料 雍正一怒之下曾公开声明 就此断绝和红石的父子关系 并将他从皇家御蝶中清除出去 然后圈禁了他 只是他并没有想到失去自由的红石啊 却很快郁郁而终 死的时候年约24岁 那么红石的这种结局 对他的母亲齐妃李氏 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前面说了 李氏生了三子一女 本来是很受雍正宠爱的 然而红石的举动 确实让李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雍正看来 红石的任性不争气 都是因为其妃李氏对他的溺爱所造成的 原来李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红云长到11岁的时候 突然也得病死了 这让李氏深受打击 自那以后 他把全部的爱和希望 都倾注在了小儿子红石身上 所以当红石在政治上公开和自己对抗的时候 雍正很自然的就迁怒于李氏了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迁怒 也就造成了雍正在位13年的时间里 原本只是氏切的年氏 纽古禄氏 他们的封号从飞升到贵妃 再到黄贵妃 而李氏却一直没能晋升 最终公元1738年 当63岁的齐妃病逝的时候 原本早年就是侧附近的他 也就只能尴尬地葬在了飞原秦里 好了 说完了第一座尴尬的妃子陵墓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 清晰陵里另一座尴尬的陵墓 会是谁的呢 画面上的这座陵 是道光墓陵的后陵 名叫墓东陵 从卑文记载可以知道 他的墓主人是孝敬皇后博尔基基特使 然而专家在研究之后发现 墓东陵其实并不是一座 完整意义上的皇后陵 为什么这么说呢 问题出在这几座门上 您别看这三座门和别的陵墓差不多 但是它们通向的却是不同的院落 中间黄色琉璃瓦门里边 当然是孝敬皇后的宝顶 可是两边侧门通向的 却是道光十六位嫔妃的妃缘起 这等于是说 这些嫔妃把孝敬皇后围在中间 形成了一座后妃合葬的陵园 这就是这座陵园尴尴尬之处了 按照清朝皇家规制 后和妃本属不同等级 是不能葬在一起的 可是墓东陵怎么就这么葬了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呢 您猜怎么着 导致这一尴尬局面的 既然是因为这个孝敬皇后 她的身份实在是尴尬 估计这话把您给弄糊涂了吧 既然是皇后 那身份怎么会尴尬呢 别着急啊 先说墓陵 在道光的墓陵里 一共葬着四个人 道光皇帝和她的孝慕孝慎 孝泉三位皇后 这三位皇后和道光的感情都很好 尤其是孝泉皇后 受到的恩宠最多 据史料 孝泉皇后本来是以秀女身份入宫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道光见到她就喜欢 直接封她为嫔 第二年进封为妃 第三年更是让人非常惊愕地直接封了贵妃 这叫什么 这种提拔叫直升机啊 可是您不知道 还有比这更猛的 公元1834年 孝慎皇后不幸去世 没过多久 道光就下旨 进封全贵妃为皇后 统领后宫 这就是缘分 只要喜欢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问题是 他们这种恩爱并没有持续下去 孝泉皇后33岁那年突发怪病 很快就去世了 这对道光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打击 在极度悲伤之下 道光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从此 不再撤离皇后 她要把这个最尊贵的位置留给心中的挚爱 孝泉皇后 那么道光去世的时候孝敬皇后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她只是敬贵妃 只是贵妃不是皇后 那她去世之后凭什么以皇后身份下葬 对吧 又有人要说了 其实也可以怎么不行呢 太东陵扭咕噜是 那原来也不是没当过皇后啊 可人家儿子后来当了皇帝 乾隆皇帝啊 她就以皇太后之尊啊 此后享受了皇后的待遇 扭咕噜是 确实可以的 可是到敬贵妃这 她确实不行啊 怎么呢 因为清朝皇室家谱明确记载 道光之后的咸丰帝 也就是爱心觉罗一主 并不是敬贵妃所生 她的母亲是谁呢 正是道光最爱的孝泉皇后 这下您觉得很难理解了吧 敬贵妃从来没有被封过皇后 她的儿子也不是皇帝 那她去世之后 又是怎么享受到皇后待遇的呢 而且她的这个待遇 为什么又和别的皇后有所不同 是一个特殊的后妃合葬行制呢 这其中究竟暗藏着什么秘密 咱们下节接着说 前面说到 木东陵是一座尴尬的后陵 她是非常特殊的后妃合葬行制 在等级上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而她的主人孝敬皇后 生前既没有当过皇后 也没有当过皇太后 只是敬贵妃而已 那她凭什么又享受到了皇后的丧葬待遇呢 要细说起来 这就是一件跨越两代人的帝王家世了 来正经介绍一下 敬贵妃 本名博尔吉吉特氏 14岁进宫 成为道光皇帝的敬贵人 不久之后 她生下了道光的第二个儿子 易刚 当时已经45岁的道光帝很高兴 在易刚满月时封她为敬贫 第二年又把她晋升为敬妃 此后几年 敬妃连续高产 又生了三个子女 由此她也晋升为敬贵妃 公元1840年 孝权皇后去世 敬贵妃呢 也再次被禁封为敬皇贵妃 注意 这个时候的她 已经拿不到皇后名分了 因为道光决定 不再册封皇后 但是却给了她皇后的实权 让她负责管理后宫 并代为抚养孝权皇后留下的儿子 易竹 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理解 敬贵妃其实是咸丰帝的养母 那生母已经去世了 作为养母 敬贵妃当然还是可以敬封太后的 她本人呢 其实一直也有这个心愿 但是您不知道 咸丰继位五年 一直就没有满足她这个心愿 这是为什么呢 她母子关系不好 不是 根据清宫史料 作为养子 咸丰对博尔基奇特是极其敬重 她每天去问安 经常陪敬贵妃尽善游园 在生活上对敬贵妃的照流 可以说是相当周到 完全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孝道 但是 对于养母想当太后的心愿 咸丰帝一直装傻 就是不愿意帮助养母实现这个心愿 这又是为什么呢 告诉你啊 原因就在于 他的养母博尔基奇特是有个能干的亲生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一心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 一心比咸丰帝只小一岁 由于抚养关系 哥俩呢 一起长大 早年的感情一直特别的好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怎么呢 因为地位竞争啊 说两件事 第一件是道光二十六年 道光帝去南院打猎 皇子们一同前往 打猎开始没多久 能干的一心就打了很多猎物 可谓是风头十足啊 而后来的咸丰也就是当时的一主呢 竟然一只猎物都没打到 从能力上来说两个人高下立判呢 但是面对这样的不利 咸丰也不傻 他跪在道光面前说 鸟兽都在孕育 我不忍射杀他们 他用仁爱的包装掩盖了能力的不足 还有一次 道光皇帝拷问他们兄弟俩 对国事的见解 当时一心是侃侃而谈 而咸丰帝根本就答不上几句 可是咸丰又出了一招 他跪在地上大哭说 父皇 我只希望您偿命百岁 永远不要离开我们 由此可见 一到关键时候 这哥俩总是各失本领 是互不相让 道光由此认为 一主 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 天性人孝 才识不够 而一心聪明有才 人品上却不如一主 最后因为一主是敌长子 于是道光立他做了太子 一心为亲王辅助朝政 这样的安排在道光帝看来 应该是非常完美的 这是他想不到 后来事情的发展 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咋的呢 咸丰登基之后 虽然对养母孝敬有加 对弟弟为以重任 但是在太后封号的这件事情上 却始终是不肯松口 因为 咸丰认为 一心已经是亲王了 如果让他的母亲做了皇太后 那皇帝与亲王之间的关系 就更难相处了 再加上一心非常能干 封他的母亲为太后 这等于是给自己埋下祸根呢 这就是咸丰继位五年 虽然对养母孝敬有加 却一直不肯满足她 成为太后的心愿的原因 那么既然没有封太后 博尔基基特使最终又是 怎么以皇后身份 葬进道光帝的墓龄的呢 这就要说到 静贵妃临终前的事了 当时 静贵妃 博尔基基特使病得很严重 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一心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因为她也深知 母亲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被封为皇太后 那天她终于忍不住了 拦住咸丰 跪地恳求 说皇上 额娘生命垂危 若再不封皇太后 恐怕死不明目啊 那么咸丰当时什么反应呢 对于静贵妃的病情 咸丰当然很清楚 但是对于封太后这件大事 咸丰帝可没有改变主意 他当时只是尴尬的 嗡了两声 转身就走了 很明显 咸丰帝只是不想被一心纠缠 想打发了事 可是没有想到 一心很厉害 说你不是嗡了两声吗 那行 既然你没反对 我就当你默许了 同意了 一心很快放出消息 说皇上已经同意封静贵妃 为皇太后了 这个消息一出 很多大臣赶紧就上表祝贺 结果把咸丰就给堵住了 架在那了 最后咸丰只好降职 说伯尔基奇特使 抚养自己有功 为了表示孝敬 特加封为皇太后 这一下 伯尔基奇特使 终于是了却了夙愿 得到封号七天后 他就与世长辞了 然而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死后埋葬的地方 仍然很尴尬 怎么呢 按照清朝惯例 只要被封为皇太后 不管时间长短 死后都可以修建 单独的皇后领 但问题在于 他这个封号是 儿子一心强行讨来的 而不是咸丰帝 心甘情愿给的 于是就出麻烦了 什么麻烦呢 道光帝在世的时候 已经为伯尔基奇特使 选好了灵旨 当时呢 他只是一名妃子 他的灵旨 自然被定在了 木陵飞渊寝 咸丰帝就抓住这一点 坚持不另外单独建灵 而只是在原来的 木陵飞渊寝里边 命人筑起一道围墙 把孝敬皇后的 宝顶圈了起来 形成一个封闭院落 就算完事了 当然了 咸丰帝之所以这么做 除了想借此 打压弟弟一心之外 也有专家认为 这可能和当时的 国力衰败 有关系 国库 没这么多钱呢 咸丰帝 只好简单处理 这就是木东陵后妃合葬 成为尴尬陵墓的来由 不过 换之相信 除了灵旨的尴尬 如果 伯尔基基特使要知道 还会发生后来的事 那他一定不会想要 皇太后的封号了 又怎么回事呢 伯尔基基特使下葬之后 咸丰皇帝 那是憋了一肚子火 毕竟 当皇帝当到 被人胁迫的份上 那个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他要发现 他很快就指责一心 说他办理母亲的丧事不够给力 借此罢免了他的一切官职 而对于伯尔基基特使呢 咸丰帝将他的嗜好 由12个字削减到8个字 而且也没有把他的牌位 放进太庙 这等于是告诉世人 伯尔基基特使只是一位 没有正规名分 未被祖宗认可的皇后 您说伯尔基基特使的这个皇后身份 有多尴尬 当然了 这种尴尬 伯尔基基特使本人 已经感受不到了 但是对于一心来说 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羞辱 这就是罪是无情帝王家呀 当然了 咸丰帝去世之后 一心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 走入了权力的中央 而伯尔基基特使最终 母以子贵 这才得到了皇室的认可 只可惜 那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咱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